縱使外在環境充滿變數 史上陣容最浩大的中華代表團 還是要昂首邁進 即將前往韓國光州 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的體壇精英 受到副總統的加持 吳敦毅親自南下 來到國訓主持授旗儀式 更在現場發放佳菜金 由跆拳道好手莊佳佳代表接受 除了給予實質鼓勵 副總統也特別提到 目前在韓國肆虐的MERS 希望選手除了為國爭光 也不要忽視場外的病菌威脅 團本部要善盡照顧的責任 讓各路好手只要注意個人衛生 無需過度反應 其實沒有啦 就常洗手啦 就要戴個口罩這樣 接下來中華代表團 總共236位選手將會分批出發 打頭陣的是男子跟女子足球隊 分別在28號起陸續飛往光州 或許南禪的對手早就讓他們 遺忘MERS的存在 就歐洲那邊球隊吧 因為沒有遇過他們 我們只遇過亞洲 所以可能會比較難打一點吧 我覺得 主要第一場就是要先贏得勝利 然後接下來最難採應該是韓國 因為他們是地主隊 所以會有地主壓 就是他們會有地主的壓力 因為會有很多一些當地的觀眾 所以就對於那些可能是第一次參賽的選手 可能會有就是會很緊張 場上爭取家機 場外愛護身體 像是這次中華代表團的首要任務 不論挑戰是來自哪裡 相信都能讓這批年輕好手加速成長 外局新聞採訪報導